我就下個星期一我就跟老闆講了 我說我現在走了工作了 我去上班去了 他說那你上班也 我們也沒辦法 老闆還是挺喜歡我 去了以後我才發現 那公司連上我是四個人 這是一個很小的公司 連上我四個人 兩個老闆 一個就是那個小女孩 是一個技術員 後面他知道是一個技術員 他們的公司做什麼呢 就是開始就申請了一筆政府的支柱 是二十幾萬 二十五萬塊錢的這個支柱 然後他們就幹起來了 這兩個老闆以前是公司師 工資也比較高的 然後他們兩個就辭職了 辭職的來幹這個事情 那麼二十五萬塊錢 好像這個錢還不少 還是一筆錢 誰知道一花一花 花了十幾萬以後 這個項目沒有任何進展 然後銀行方面也因為打開 他們就著急了 找個人來咱們弄一下 要不然咱們就再回去 幹我們工程師的事情去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就招了我 當時我是為這個企業還是立了工的 我就當時很認真 很認真我就老在想這個問題 這個工作不能丟了啊 我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我要把我做個工作 所以白天晚上都在鑽研這個事情 我就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在那邊 什麼呢 你比如我們給了一個大石油公司 處理一塊地啊 是一般的項目是五百到五 大概是兩千萬加幣的這種項目 一般都是這種大項目啊 我們這個方法是全新的方法 世界上沒有的當時 現在以前的都是用物理化學來處理 那麼你這種沒有被實踐上證明的方法 人家大的石油公司 人家大的企業是不會輕易用你的東西的 所以老師這個技術擠不進去 我就跟老闆講 我說怎麼不搞一個可行性研究 我們不要它兩千萬 我們要它十萬塊錢 然後呢 我們給它做一個可行性的實驗 模擬一下 我們這個方法是不是能解決它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方法 如果能解決它的問題的話 他們這個費用大概只是四分之一 也就是它本來要花兩千萬 它五百萬就完全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這個方法 老闆說 那不錯 我們試試 我就給他寫了這個模式化的可行報告 它就寄給了這個二十幾個單位 誰知道大家反應都很好 說十萬塊錢 我這個大公司我不care 我給你吧 讓你去折騰吧 然後我們就把實驗室就建起來了 做得很不錯 這個結果非常好 我們還給它模擬了 就是在實際上你要多少時間來來處理你的問題 你的這個cost大概是多少 這些石油公司都很感興趣 包括這個各大石油公司 然後這個水利電力局啊這些啊 後面他給我們這個叫做pilot scale的項目 大概是幾百萬 我們做又做成功了 所以我在那裡那幾年呢 這個公司發展非常快 也是加拿大十家企業現在 是五十家管理最好的企業 每年啊 這個營業額和人員都是打破的 在我離開這個公司的時候 這個公司已經是三百 就是莫德利亞這個部分已經三百多人了 然後在英國啊 美國啊 法國啊 都一分公司 所以一直搞得很不錯 公司也得了很多 那個得獎是無數啊 然後我也得了很多獎啊 因為我開始我進去的時候是研究員 然後慢慢慢慢就升上去了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麼離開這個公司以後呢 當然在這個公司期間啊 我在拉瓦大學當了四年的這個兼職教授 主要是教我一生目啊 然後帶一些學生啊這些 後面又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當老闆吧 因為以前我是為人家打工的 那麼有一個機會呢就是 有一個比較大的公司 他們想在莫德利亞 建一個生物製藥的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就叫做 Meme Biomedical 這個公司呢 他們做的是什麼呢 國內二類藥 國內二類藥就是說 在國外已經有的藥 他們把它在國外開發出來 那麼他們就想找一個華人 能夠懂得中文的 然後